撐着伞也要去排队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民的日常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台北的松山慈慧堂 周末两天免费发快筛 一大早大家都冒雨去排队了 这个人龙真的是三下排到三上 应该三上排到三下 然后药局快筛实名制呢 排队人潮相对减少 那何时会启动第二轮呢 我们来听陈时中的回应 上千位民众一早冒雨 到台北市松山慈慧堂排队 就是为了领免费的快筛事迹 排队人龙一路从山上排到山下 凌晨四点多 他就外面快筛很难买 一个一个来不用急 妙方提供四千份的快筛事迹 周末两天分成上下午 让民众免费领取 一人献拿一份 上午九点开始发放 十七分钟全数发完 原来妙方送的是 韩国志的基因八地快筛事迹 号称只要搓入鼻内1.5公分 即可检验 相较泰博2.5公分 以及亚培2公分 算是深入最浅的一款 太浅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假阴性的结果 妙宇免费送快筛 吸引民众大排长龙 药局卖的快筛使命制 相对人潮却比前阵子少了许多 周末下午开卖不到30人排队 检验民众对于快筛的需求 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快筛使命制排队潮相对减缓 13号中午1400家售完 但14号中午只有795家 指挥中心原定5月15号上路的 第二轮使命制尚无规划 配送制度占不跟动 还没有产生量的一个大量的差异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不会来调整这个 各个的供应量 还先照着这样的供应量继续做 另外多家跨境电商看准需求 提供民众上网订购国外快筛试剂 最便宜一记62元引发抢购潮 但要提醒民众 如果不是国内通过EUA的快筛试剂 就无法用来做任何证明 记者王志文 王毅仲台北报道 本来应该是政府要做的事 那现在宫庙呢 做起来就没想到还被酸 现在有粉砖叫做乡民停起来 就发文大酸带风向说 去排队的人这是 他写了一个标题啦 台北市信义区快筛乞丐 议员许晓芯呢 他也很批 绿营的侧意就是恶心 非常的没水准 他强调呢 去排队的民众都是有苦衷的 不该用乞丐这两个字来形容 现在呢 台北市议员秦桧就提出一问 为何民众大牌长龙 还是抢不到快筛计 这不是政府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吗 许书华今天也尴尬回应 他说用乞丐这两个字 对民众来说很不公平 测意就是没水准没下限 上一次有一个叫做科学先生的粉丝业 批判民众呢 排快筛抱怨连连 但你怎么不去说 你自己排拉面的时候 排队排得这么开心 根本是巨婴 这种呢 逻辑坏死的说法 现在又在另一个 没良心的粉丝业出现了 词汇堂他们呢 体谅民众买不到 或是有困难买快筛的辛苦 免费发放4000计的快筛 很多的民众都去领 那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苦衷 以及困难 可是有一个叫做 湘民挺起来的绿营测衣 竟然说他们是快筛乞丐 我就想要问民进党 你们在脸书上面呢 昨天才做了一个图卡 去踏伐国民党 说呢 国民党在乱 国民党没有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 那你敢不敢去批判焦糖 去批判周玉寇 去批判这一些测意的粉丝页 还是呢 只要跟你站在一起的 你就可以装作没看到 民进党放任测意治国 小编治国 我相信最终一定会被真实的民意反噬 这些测意粉丝页就是一句话 恶心 中三慈惠堂把他们从举办母娘文化祭当中 节省下来的钱 买了快筛祭发送给民众 连续几天虽然是下着大雨 大家都大排长龙去领取 这显示呢 有慈善单位愿意做好事 民众都非常的喜欢 也显示的大家都需要快筛祭 而每季一百块 对很多人来讲 它还是属于一种不太小的负担 但是也有一些乡民就用快筛祭乞丐来形容 我觉得这对做慈善工作的社福单位 以及对民众都是非常不好的 像我们自己也常常去菜市场发防疫物资 包括了酒精啊 干洗手啊 口罩等等 大家都非常的欢迎 在这个疫情时代 能够每一个人 每个团体尽自己的力量 帮助大家 我觉得都是好事 反而是政府需要受到检讨 为什么我们的快筛祭卖的比国外贵 而且就算是大排长龙也抢不到 怎么样民众可以买到既便宜又好的快筛祭 而且不需要天天排队 这是政府需要去尽全力来想一想的 我觉得这样子有点真的太沉重 而且有点在污名化 其实没有什么起不起盖的问题 我觉得是有需求 然后大家就是把所有的散款集结在一起 给有需求的人民众 那其实你不能用这个名词 好像把民众当作起盖 我觉得这样对民众很不公平 而且这词味堂是连续两天 发了4000组的快筛 超过上千位民众贸易也去排队 但是还算发得蛮快的 不到半个小时就发光了 其实对一般上班族来说 快筛祭真的很难买得到 因为你平常要排队的时间 你就在上班 所以在发放现场又忍不住 民众就炮轰了 他说让我们每天去排队 还实名制真的是可笑的政策 无能的政府 可笑的政策 无能的政府 政府可以听见人民的心声 让政府可以开放 赶快开放拓一快筛 因为毕竟插鼻子的真的很难受 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那其实这个快筛祭 一记难求的情况之下 最近我们到药局 实名制排队的时候呢 还不一定可以排得到这个快筛祭 像我们这一般上班族来说呢 如果我们去排队的话 也不可能啊 下午时段也不可能啊 那这个松山慈慧堂这边呢 在14号 15号两天呢 将发出4000剂的免费快筛 现在目前这个药局实名制大开长龙啊 很多民众 甚至我跟你一样都是上班族 买不到 那你觉得政府 有没有听到民众的这个心声 当然是没有听到 只有看到这个人龙 等于好像在只能公排前母一样 这样的政策 这样我们政府看到之后还会说 去年说没缺口罩 今年还会说还会说没缺筛祭吗 如果看到这样的人龙 不知道政府做何感想 我会想要来这边领取这个快筛祭吗 因为政府的快筛就是一个月只能买一次 就是买一次它也不够用 那因为工作上的需求 那也因为每个礼拜都在快筛 那也怕不够 那对所以也是希望政府可以把量能可以提高 进去药局实名制排队的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都蛮长的 因为药局是9点开门 大概7点半就有人在开始排了 那因为我们要上班 比较没有那个时间去排 本一家有六口的话 你说一个人只能买一季的话 那我们要排几次才能买得到 很担忧 对啊对啊 这个政府有没有听见人民的心声 应该有啊 只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啊 是政府的防疫措施做得好 是我们人民大部分 讲白点是怕死 但是讲贴切一点应该是关心自己的家人 所以不是我们愿意排队 而是我们不得不排 我觉得政府有没有听到民众的这个心声 那应该看不出来 政府没有防疫的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看怎么办啊 老爸已经自觉动了 我们说现在疫情延烧 有医生就评估哦 高峰还没来 来这个时间点 我们大家也关注一下 最近呢 尽量在外不要多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5月22号 这是专家说 单日可能呢会新增12、3万本土确诊 那对此呢 今天指挥中心回应哦 他说呢这是综合推估的趋势 高峰5月30到5 5月20到30 就是5月底之间都有可能 那慢一点就是5月底了 那重点是 我们现在看这个死亡人数 昨天41今天40 指挥中心也宣布 下个礼拜一开始 65岁以上的长辈 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三类人 可以开始打第四剂疫苗 疫情延烧14日 本土新增63964例 看看近期连三天疫情的变化 竟是逐日递减 比昨天稍微少了 大概不到2%了 那这三天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数目 好像没值得我们观察 于是盘建之用模型 预测在5月22号 单日最高将破12多万人 高峰确实是可能落在 5月20到30这段期间 那如果快就是5月20左右 那看起来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低推估 所以当然未来就是说 高峰的部分是有可能会先 看是不是会达到每天10万人 另外还新增40例死亡 疫调发现27人 未打满三剂 占了67.5% 其中最年轻死亡个案 20多岁男性 有神经肌肉系统疾病 长期使用呼吸器 蓝疫后合并呼吸衰竭过世 连两天死亡数据高不下 指挥中心宣布 16号三类人开打第四剂 不过需间隔5个月 其他这些药物 有相关的过敏 而不适合的时候 那可以接种AZ 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 以其他的mRNA 或者我们这个蛋白质 次单元的疫苗为主 另外透过Coffice 已购买200万剂 NovaFace疫苗 十奥署将召开专家会议 拼一个月内审查完毕 未来到货 也能当第四剂使用 第四剂下周开打 台北市15号先开放预约 新北市39家医院 465家诊所下周施打 高雄市则有435家 合约医疗院所预约接种 高风险族群开打第四剂 将把这波疫情带来的伤亡 给降到最低 这余盛行杨宗艳台北报道 好 现在疫情这么紧张 但中央坚持的这个政策是 PCR阳性才能给药 就是你如果自己筛阳性 你要去PCR排队去PCR 才能给药 现在双北首长颁出说 快筛阳性的确诊率 已经高达97% 要求不要再让民众 苦等PCR结果了 我们来看今天陈时中怎么回应 疫情还是相当严峻 两位市长持续向中央喊话 要放宽快筛阳市同确诊就给药 但中央依然坚持 至少要等到PCR阳性才能给药 PCR一确诊了之后 就能够快速的给药 那现在是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中央还是不松 把快筛阳当成确诊依据 但双北也搬出实际数据 垂出中央 新北光市社区筛检站 阳性率就高达97.04% 而北市的木炸车来速 阳性率更突破97.8% 换句话说 在双北裁检的民众快筛阳几乎等同PCR确诊 两位市长再度提升喊话 放宽确诊认定标准可不容缓 在这样一个时间的等待上 最宝贵的三天甚至五天 让民众那个焦虑感 不安感染在快筛阳 视同确诊 跟着 有症状快筛阳符合适应症 排除禁忌症 然后注意教肤 药物的交互之后 这五个程序 他再去给药 快筛阳这一项 他被PCR法律认证 这个因素卡住了 延迟用药 会造成他更多的住院 会后果会更严重 高风险群有给药 他的住院会下降八十几% 将近九十% 这样会减少这个 医药量能被挤压 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 要在北北基陶 增加九个筛检站 但柯文哲也批评 这根本不切实际 不要乱下命令 不是只有裁剪 你后面裁剪以后 后面那个PCR实验室 要找谁合作 那资料怎么传回 要怎么上传 这都要 要弄清楚才可以 当中央的政策 没有因地质疑 恐怕也只会徒增 医护的工作压力 记者谢宏如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新北报导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比较迷你的水神乌滑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 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挺修可 的 所以 秀 你看 我